她像我的一个好姐妹一样 我是一个晚上很容易阴谋的人 我在想想我的 猫演电影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余文文 在《前日思》中饰演的角色是林佳 好久不见 首先拍摄的时候非常愉快 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磨合起来也非常的顺利 不管是拍摄还是大家相处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的开心 从剧本和电影的角度来说 林佳是成熟了很多 她经历了恋爱之后 又经历了婚姻 当妈妈 然后又经历了离婚 这样一系列的人生吧 她自己想通了很多道理 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一个新的见解 我觉得是对她自己曾经的一些遗憾 画上了一个句号 跟她曾经拥有过的这份爱情 好好的说了一句再见 自己彻底的放下过去 提起梦云的时候 她内心不能说没有意思的波澜 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 也曾经亏欠过彼此 我也没有好好地说一句再见 是有着非常大的遗憾和不甘的 说了这句再见 见了这个人 也许是一种更好的结局 最新我的点就是 她跟我既像又不像 我在演《前任三》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的心态 我会觉得 她跟梦云在一起那么多年 是因为都要面子 结果错过了彼此 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不愿意低头认错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就错过了彼此 后来我经过了这样五六年 我自己也有沉淀 我也会去反思 也许不仅仅是一个面子的事情 如果两个人错过 肯定不仅仅是那么简单单一的 一个原因 有太多的在情感当中的原因 是我们日积月累的 然后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哽咽在喉咙里 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也慢慢能够理解 为什么看似有缘分的两个人 却最终不能走在一起 看似相爱的两个人 最终却没有那个缘分 当然当然 我觉得我经过这五六年的时间 对林佳已经越来越熟悉了 她像我的一个好姐妹一样 我会经常跟林佳对话 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包括我在拍戏的时候 也会经常问自己 如果我现在就是林佳 经历了这么多变化 这样的人生 我开心吗 我满意吗 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如果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再冲头来一次 你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我会尝试去想明白 她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她又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现在最珍贵的就是真诚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客观因素 可能有很多让人无奈的地方 要去避讳的 去权衡利弊之后 做选择 但是人跟人最初的那种真挚 跟真诚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彼此沟通 多交流 我自己有的时候 会像林佳那个样子 会觉得不去打扰 就是最好的温柔 对 然后也是自己能给自己 最后的体面 但有的时候 你的面子就没有那么重要 你过得开心吗 你真的快乐吗 可能这个才比较重要 这首歌其实写了很多年 也是我跟唐田老师 再次的一个联手创作 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也是想了非常非常多 这是一首非常痛的歌 它跟体面的痛不一样 体面痛比较内敛 比较内耗 多多少少有一点 在做给别人看的感觉 我才要去故作体面 这样的感觉 隔壁我想传递的讯息就是 你做了你这一切的一切 你不想去打扰对方 或者说你想给自己 留一份体面 但又何必呢 真正谁心里痛苦 谁知道 谁疼谁知道 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 去记得你这个人 把你放在我的心里 那我又何必去在乎 这短短的跟你相处的 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想问一下 你平时的这个创作是 敏感会来是更多的是你的角色 还是对你被人全国的一个体验 我的旋律 通常都是在晚上写的 我是一个晚上很容易阴谋的人 对 但我喜欢晚上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弹琴 唱歌 对 这个时间就属于我自己的 去慢慢消化我阴谋的情绪 不光是钢琴啦 音乐就是我的出口 然后就把它释放出去 把这个情感跟乐器的对话 其实就是在创作的过程 这样票房过十亿 我跳一个女团舞 电影票房过十亿 郑凯继续跳她的女团舞 然后 过二十亿 我再想想我的 不爱 我是怎样啊 爱过你 就怎样放过你 我是怎样等过你 就怎样错过你 曾那么紧的抱过你 不放手太窒息 花一声告别你 谈朝夕又何必 在遇见你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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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迟早会开 只是花期还没到 大胆向前走吧 别回头看了 我们都会幸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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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